OK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个重点 就是说 对吧 咱们大家说OK 那么你作为Data Engineer 缺口很多 然后呢 待遇又很好 那么同时呢 工作又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对吧 那么我到底如何准备呢 我到底如何准备 就是尤其很多同学 可能在学校 我到底该怎么准备 我才能够去成为一个大数据工程师 那么接下来就有几点 就是这个timeline 就是这个时间 这个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就是校招的话 有春招和秋招 春招都有一月份开始 秋招都是七月份开始 那么具体哪个公司招多少 那么其实跟这个公司的budget 跟预算有关 所以说大家大家都知道 可能今年可能Facebook和Google这样的秋招 早早结束了 其实就是可能对于这个budget 招人的budget 就有点缩紧的缩紧的缘故 所以说大家投 这个PPT虽然感觉非常的简单 但是有一点大家要注意 就是说你一定要确认好吧 你什么时候要一定要找到工作了 你要一定要开始准备 因为你一旦错过 比如你可能冬季毕业的 然后你又没准备春招 那么你就只能等六个月以后 可能才有大规模的这个职位放出来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这个时间 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 从这个现在的这个job market来讲 就是说秋招 就是已经就像很多的这个公司 基本都招满了 其实秋招其实已经结束了 基本上 那么现在大家要准备 要准备春招了 那么很多的这个老牌的IT公司 它的这个怎么说呢 招人的这个力度 稍微有点回涨 就相比去年 或者今年上半年来说 稍微好一点 但是一般来说 也是很快就消耗掉了 所以还是不够的 因为春天是积压了很多的这个candidate 积压了很多的学生 可能都没找到工作 所以说他很快就消耗掉了这个东西 但是另外一方面 就是我一再每回讲这个 我都跟大家一定要去说 就是大家千万不要只盯着 老牌的IT公司 老牌的IT公司 可能大家觉得 说起来我在Google Facebook工作 但其实说实话 我其实平时跟很多的 Google Facebook的 公司也聊过 那么其实在工作的时候 其实有可能你的工作 就非常的细 非常的精 但是你可能对你的这个锻炼 也可能不够的 虽然说起来很好 但是就是说 所以大家也可以考虑考虑 这种startup 就是这种startup 其实都是在大量招人 那么他们其实 一般来说 虽然说偏向senior的职位 但是大家也不要被这个senior给吓到了 那么但其实 其实我当时刚毕业的时候 我投的那个职位 虽然我本身是new grad 但是我投的就是senior职位 那么只要你的这个技术能力过硬 其实大家不用管这个title 其实很多的公司 你发现其实都没有senior 或者principle的这样的title 就是看你这个技术的实力 其实说大家也不用说特别关注这个 就是这个senior 只是一个title 就是你具体怎么 你是不是senior 就是看你的这个知识 掌握水平的程度 同时还有一个就是非IT公司缺口非常大 就是说你如果不是IT公司的这个 就是这个缺口 就像刚刚说的什么healthcare之类的 他们这个人才缺口非常大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注意一下 ok 那么在我遇到 就是我其实已经在这个 就是这个 有关大数据的这个讲座 其实我做过很多期 那么平时也跟很多的这个同学去交流 那么我发现 同时我平时也在公司里 也是做这个面试官啊 所以这里面给大家提出一些 这个怎么说呢 提出就是一些大家很常见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大家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ok 简历比较差 就是你就是简历的问题 一种就是简历比较差 没法拿到面试 就很多同学可能是转专页 就在这个QA里面问一下 有多少同学是转专页 转专页你可能打一个四 我看一下 有多少同学是转专页的 ok 那么有不少同学转专页 那么你转专页 你可能就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你发现你写简历的时候写不出来 对吧 大家是不是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写简历写不出来 然后你发现 你简历上得用比较大的字号 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行剧 才能给它拼成一页 那么这个是一个问题 那么另外一类就是 那么另外一类就是说 简历同质化非常严重 就说 我知道其实很多朋友都是在 这个北美的名校 比如CMU啊 或者这种很好的学校 但是在学校里问题 就是你说在学校里做project的问题 就在于说简历同质化特别严重 你没法stand out 你没法突出 我做面试官的时候 我比如说经常我们招一个职位 可能一下子收到两三百份简历 对吧 然后我看第一份 CMU同学 然后可能选了 比如说Cloud Computing 我知道你们CMU有个Cloud Computing的课 或者说北美的相关的课 你看哇 这project非常impressive 然后看完了以后 再看第二个 它也是这个project 你看了几个 你发现 就好像没有什么意思了 所以说简历同质化 比较严重啊 你没法突出 对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说对这个岗位缺乏这个基础概念和知识 就是大家在简历上 很多同学可能都有 大家自己看看自己的简历 是不是写过这个 OK 我开发了一个什么Operation System 对吧 或者说是我开发了一个compiler 对吧 写过的同学可以在简历里打一个 在QA打一个5 我看一下 就是如果你写这些的话 其实是OK的 就是我能够知道非常的impressive 因为这个其实比较难写 对吧 但是呢可能跟你投的这个职位就没有特别大的关系 那为什么没有为什么大家没法写别的呢 其实一可能是因为你没有做过相关的project 二呢可能就是你不知道的这个岗位 他需要哪些project 对吧 或者说需要哪些概念或者知识 那么这个是比较缺乏的 所以大家就说这个简历一定要好好准备 那么你如何克服呢 其实就是其实也没有捷径啊 就是你没你其实也 其实任何的这个大家拿到offer 其实大家可能都是心情努力的结果 如果你的简历比较差或者简历同质化严重 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说 花时间对吧 去做一些project 就是这个 就是说大家大家不要管这个 不要把这个做这个项目感 感觉到是一个啊 就自己特别 怎么说呢 像是任务一样的 你应该你应该学着就是说 试着拿一些技术解决一些问题 然后你坐着坐着 你就发现你积累了很多项目的经验 然后你简历上就就很很能够写出来 很能够写出来 那么有关有关这个项目的问题 我后面一会儿会有 一会儿会再说啊 那么这个是这个resume的这个啊 这个情况 所以大家一定要看看 你到底是属于哪一类 那么就是说 你看看如果说你的简历比较差的话 那你可能可能要注意在学校里 可能要选一些 首先可能要补把CS的这个相关的知识给补起来 对吧 其次呢你可能要付出的努力要更多 要做更多的这个project 那么有关这个缺乏这个岗位的基础概念和知识呢 那么这个大家就平时如果说啊 注意一点的吧 就是可能多关注关注一些博客的吧 多关注关注一些 就是就是就是知乎上的一些topic 的discussion 那么你可能就会比较快能够积累很多的这个相关的知识啊 就是这个就是 其实还补起来还是挺快的 或者多参加参加一些讲座啊之类的 或者线下meetup之类的 其实就很快能够补起来 ok那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说这个啊 Build啊就是一定要Build的一个啊 competitive的resume 就是一定要注意啊 够搭建一个就是比较比较就是说 就是能够至少抓住面试官的这个啊 或者说hr的这个这个这个简历 那比如说那么你比如说以这个project为例子啊 就是那么这个相当于就是你大家注意这个这个project 相当于就是相当于分析一些股票数据 然后呢啊又用了很整个的这个data pipeline的各种环节 那这里面如果你把这些highlight出来 就发现其实你对这些技术都已经使用过了 同时你又搭起了一个完整的pipeline 那么这种就会比较容易就是说怎么说呢啊 抓取这个就是这个啊就是hr的 至少能够过hr的那个面试官 至少能够过hr的那个简历官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在自己的resume上多加这个project ok那么有关面试的啊 我看到QA里面也有很多同学在问说 ok这个啊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就是啊data engineer对吧 你你的这个面试就看到有很多同学问说 啊这个这个常见工具这个也回答过了 那么有同学问说这个啊注重算法题 面试考什么跟SD一样注重算法题吗 就是啊是这样子啊 data engineer咱们刚刚通过刚刚那个讲座 大家也也能够发现了工具比较多工具比较多 那么你可能就是说会啊就我们也知道 我们面试的人也知道这些东西你多少都是要花时间去学的 所以说data engineer面试的时候不太注重算法 但是算算法呢就是说啊还是会有的 比如说你说五轮面试的话可能还会有两三轮面试 但是这个题目一般都不是很难 不会说出各种各样非常刁钻的这种非这种litor的算法题 对吧大家知道这个litor最近有点发疯了 三百多岁以后他们搞了一个那个computation 这个题量的是疯狂的涨了 有些题还是很tricky的 尤其在那种面试的高压环境下 你可能很难想出来 那么在data engineer面试的时候 coding的这个啊就算法这方面考察的 就是大家如果有basic的这个这个这个东西 我们就能够就就觉得OK 其实其实这个coding 其实基本就是看看大家会不会写code 那么其次还就是看看 你是不是有一些基本的这个这个算法 比如说让你做一个search 你别你不要拿一个array上来就开始search 你至少sort一下在search啊 做个finance就相对相当于这种的对吧 你就有一些basic的concept就行 那主要考察的就是说你是不是能够啊这个有这个解决的 基于前面那些工具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实际经验啊 比如说抛给你一个可能也就算考察的是相对于系统面试系统设计相关的题 就说你是不是能够把这些工具利用起来解决一个实际问题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 那么首先就涉及到两点 第一点你如果说没有用过那些工具呢 你根本是可能达不上来的 第二点就是就是你要去了解各个工具它的优缺点 它到底在哪个方面比较突出 到底是在啊是不是在某些情况下应用比较好的 换说是如果你有这些东西拼起来 你就能够去应付好这个data engineer的面试 所以面试就是说算法稍微少一些 那么基于系统面试和基于经验性的这种东西稍微多一些 OK那么就像刚刚说的系统设计题比较多的 比如说让你设计一个数据驱动的产品 你比如设计一个什么电影推荐系统 那么你该如何设计 或者说让你设计一个大流量的系统 比如像推特啊或者微信这样的 你该如何设计 那么你可能就要知道 OK我相信我要做很多的这个数据分发的数据传输 或者说并发的这个控制 那我该怎么做 相关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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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题 那么还有一些经验类的问题就比较多 比如说啊 就这里面就考察 你可能对API你是不是用过的 比如说他就问你要给Spark 比如说你做一个这个写一个query出来 比如说写一个语句出来 就看看你可能对这个熟不熟 对吧 就可能问你 或者说卡卡问你 你该怎么用相关的 然后你为什么要用卡卡 或者说你比如说Cassandra怎么用 你为什么要用Cassandra 为什么不用HBase 对吧之类的 就这样的问题比较多 这样的问题比较多 同时还有一些比如说云计算的这个技术 那么也是考察的是比较多的 那么这个也是 因为这个大数据啊 最后你肯定是要部署云服务上面 AWS或者Google这个cloud platform上面 你单台服务器是受不了的 所以说一般来说这方面也会问一些 就是看大家的这个啊 这个就是啊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啊 就是看大家的这个啊 时间吧 就是你如果能准备 最好是准备一下 OK 那么同时呢 他还会会找 会问一个 就是你看你对这个啊 这个啊 就是说新生技术的这个掌握程度 新生技术的掌握 掌握程度 比如说最近可能比较火的一些 种流数据处理 对吧看看你是不是至少也知不知道这个东西 或者有没有听说过 或者有没有play around的一下 或者有没有至少做了一些demo project 就是哪怕你你懂一点呢 其实都算是在简历时候非常加分的 非常加分 嗯 那么这个是这个interview相关的这个这个点啊 有同学说啊 和经验类问题比较多了 对NewGraph非常不友好看上去 就这里面的经验啊 其实其实就是说怎么说呢 这个经验 就欢迎欢迎这么问吧 这么问大家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你从学Java从零到一的吧 你是换句话说你对Java里面比较熟悉 就不用说说声了 就JVM结构之类的 你对这个语言 你学了多久 你只要会用的其实就是一个经验 就是你这个这个经验不代表说 我非得写过这个东西 或者说我非常对了解的 至少就是里面他每一行代码怎么实现 我都知道 那么这个有帮助 但是其实也没有必要完全有帮助 就是你最NewGraph 其实一般来说这个经验就是说 你是不是用过 一你是不是用过 用过以后 你说对他的API是不是有印象 你是不是能够说出来 第二就是说你是不是知道 他一些这个他系统设计 他这个他这个系统 比如比如像刚刚说这个Cafa或者Spark 对吧 你他里面的实现原理是怎么样的 像这种 其实你学这个API的时候 你顺带你再了解一下 其实就OK了 然后其实这个经验 也不是说非常深的经验 不是说非常深的经验 OK 那么这个是这个 那么有那么准备的时候 当然也要刷题 但是大家注意 就是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最近 我最近一个impression 一个印象 就是最近我们招进来一些 有些NewGraph招进来 我就发现很多的NewGraph 就是可能特别特别注重于刷题 大家知道前两年 可能就是前两三年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你刷了一遍题 基本就能够进Facebook 拿上十一二万的这个年薪 但那个日子 我觉得可能已经快 怎么说呢 已经快一去不够返了 大家要注意 就很多的公司 我现在发现 都开始在转变 这个面试的策略 就是首先这个刷题 这个事对咱们 尤其中国学生来说 成本是非常高的 大家可能master 大家可能master 过来的吧 就两年 你如果想要找个 Summer Intern的话 你第一个就开始 就得刷题 刷题又非常花时间 就像当年 大家能背红宝书一样 非常花时间 所以说这个其实 首先花很多你的时间 第二点就是说 在公司里面 尤其是我们公司 还有跟很多别的公司的 这个怎么说 很多跟别的公司的 这个engineer或者manager 我交流的时候 就发现 经常招进来很多new grid 尤其是刷题 还特别好的 可能是对 反而对于一些 一般非常的这种coding 或者就是现实 任何工作中的一些任务 他不能胜任 比如说比如说 我那天跟一个manager聊 他发现他新招进来 一个new grid get都不会用 就github都不会用 就是你怎么做 这个getrebase 怎么push 这个都不会用 这个其实还挺头疼的 反而这个培训起来 成本就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现在也是 意境程度上 为什么说 很多公司 开始在缩招new grid 其实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大家发现 new grid 招进来都是 特别特别专注于算法题 然后呢 就是可能 完全没有花别的精力 在提高自己 别的技能上面 那么这个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走出这个误区 就是算法 就是litecode的700多道 你没有必要每一道都刷 所以一定要注意有针对性 一定要注意有针对性 就是你 你如果发现你对一个块 就是可能特别没有这个概念 比如说可能对什么图 特别没有概念 那么你就 你就其中刷一两道图的题 对吧 然后呢 你后边的题 你看一看 你看一眼 你有思路 其实就ok了 就没有必要说 我必须做到一遍bug free 其实有的时候面试的时候 你一遍bug free 大家觉得你这个题肯定准备过 其实也不是一个好事 同时大家注意刷题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分门别类刷 千万别 从easy开始一道一道刷 刷了一道string 刷了一道竖 刷了一道图 对吧 你这样子的话 你的思路就乱了 你分别类 把string全部找几道 栏栏栏题刷一遍 同时呢 就想一想 为什么要这么做 然后你刷了几道以后 你再看别的string的题 你看看你脑子是不是有思路 有思路就可以了 有思路就可以了 有同学问 说你当时找工作刷了多少 一类的我大概就刷了100多道题吧 都没有完全刷完 当时Litical的300多道 就是每个类别 就是你想一下 Litical的大概类别 一共分门别类 大概就七八类吧 大概是八九类之类的 什么dp一类 数图 然后string array 什么map 你发现没有特别多 然后你只要把每一类里面 你可能刷几道的吧 你深入刷 就不是说你做完了就完了 你可能再考虑一下 他为什么 有没有什么规律 我能够总结出来 你总结完了以后 那么你再去看别的题 你能够有思路就行了 你不要说 因为这个题 千变万化千奇百怪 你不能说 每道题都刷 你才能够是有把握的 所以说大家注意 刷题没有必要 刷的特别满 就好比咱们当年高考的时候 大家也不会说 我把什么三年高考五年末 什么三年 三年高考五年末 所有的考试题 你全部做一遍 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 OK 那么这个是coding practice 大家刷一点 但是也不要完全刷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注意 有针对性 那么我比较就是非常推崇的 这也其实也不是我推崇 大家其实现在很多的公司开始面试的时候 他不是直接店面你了 大家注意现在很多的公司开始说 不是说店面让你去做到算法题 而是说很多公司现在开始面你的 面就收到你的简历以后 觉得你不错 给你发一个take home exam 或者说take home的一个test 就是真的是一个project 一个小的project 比如说你可能面的是前端工程师 他就说OK 那么你在48小时内 两天以内 做出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application 这个像这种东西 那么就是能够刷掉很多很多人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公司 都在开始采用这样的策略 就是你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平时一定要抽时间去做一些这个project 那么这个project 大家不要觉得是一个 非常非常头头闷的东西 你就想象一下 平时你生活中 你觉得哪些东西 你经常手动在做 你经常手动在做 或者你觉得这个东西不是特别优化 那么你看看 你是不是能够用程序的方法 给它solve 给它solve掉 那么这种project 你做出来是真正有意义的 或者说你对你 你自己也有兴趣 做的时候你也可以去 试着去touch一些project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平时一定要花时间做一些 这个side project 或者toy project 那么很多的公司 就像刚刚说 它的趋势就是减少了 意见中的招聘 就是因为第一点 没有项目经验 进了公司以后发现 刷题 就是算法 非常的熟 但是别的东西 可能都不太知道 那么这个就是比较头疼 那么 那么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对工具 什么极其陌生的 评计成本非常高 这个也刚才也说过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一定要注意 就是平时要做这个project 来去提升自己的这个 这个优势 真的是这个非常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 这个就 大家一定要注意 然后呢 然后这里面还有就是 有同学说 那个八叔以前 实诠之前 有没有实过习 实习过 实习也是一个增加你project 其实实习就是做project 如果你能达到一些实习 那么其实也很好 你有增加一些项目经验 那么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你平时可以做一些 这个就是一些 一些自己的project 那么也是能够 像对于公司来说 其实你有实习 和有一些side project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 然后呢 有了这个project 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有了这个project以后 那么你其实就可以去挑战一些 senior的position 那么其实就像我刚刚说 当年我在投工作的时候 我没有投newgrad 我其实投了好多都是senior的职位 他说什么必须要三年以上工作经验 这里面大家要跟大家说 就是大家看投职位的时候 他说我什么几年以上工作经验 这个其实就是 就是bullshit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唬人用的 就是一个吓人用的 如果你有足够的这个项目经验 你对这些工具足够熟悉 我觉得其实你就是一个senior 那么所以说大家如果平时 对这个project 你做了一些project 用了这些工具 那么你其实就能够去投这些职位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所以其实做project 其实是一个更加能够提高你的面试机会的 或者还有就是一个把自己跟别人区分开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点 那么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通过做项目的吧 来去提高你的实验 那么这个项目是做什么项目呢 比如说就像刚刚说 你可能平时对一些工作 日常生活的一些方面 你可能比如说每天记账很费劲 你可以写一个project做记账 你可以搭一个网站 给你自己用 你去记一下账 云记账之类的 那么你这一个process过程中 你开发了一个web allocation 给它部署到云上 你这一个过程中 其实能取到三四十样技术 至少就跟大家说 其实前面说那big data技术其实都不算多 你就这一个过程 你就能够学到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通过一个project 来去提高自己的实力 OK 那么同时呢 如果对于可能一些比较高端的 就比较高端的一个 就是可能已经有工作经验 或者技术能力比较强的同学 那么想要挑战一些 可能更加就是可能更加高的一些offer 或者比较难进的公司 那么你可以试着就是contribute to community 大家看前面看的很多工具 比如Hadoop、Kafa之类的 那么其实都是一些开源的项目 所以如果说你能够平时学有余力 对吧 有这个时间也有这个精力 去给这个开源项目去做contribute的话 那么其实是非常好的 因为当就是如果你面试 然后你在简单上有一个说 我给Hadoop做了contribute 那这个基本就是首先这个HR肯定是秒货 你基本上onsite的基本也都是 你就基本上跟人家说 我对Hadoop做了contribute 基本就是一个非常加分的一个点 那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是如果说学有余力 那么你可以去非常提高你这个面试优势 大家如果说就是如果说学有余力的话 可以推荐一下 那么同时呢 就是有很多同学在准备工作的时候 老是说OK 我还投LinkedIn上海投没有用 或者之类的 那么social 现在是要social这个阶段 那么找工作 其实你是多方要去突击 对吧 不能说我只闷头准备刷题就行的 或者我闷头项目就行 你要注意去拓展你的人脉 学长啊之类的 平时多打下招呼 其次呢 有一个特别好的 就是这个线下的meetup 大家一定要注意 是个非常好的拓展人脉的方式 就刚刚我说 刚刚在前面一个slide 咱们说到就是你如何去提高你的这个行业知识 就是鼓励大家去多去meetup 这个meetup除了其实是丰富知识以外 其实有的时候 很多的这个manager之类的都也都也在场 那么其实你就能够扩展很多的人脉 这个也非常重要 那同时你找找找找内推对吧 那么bytiger有很多这种非常强力的内推啊 那么大家可以去啊 可以也可以去跟这个David老师联系 来索取一下 或者你可以直接获取一下方式 有的时候直接给他发 可能给人发email 其实也是有用的 有些这个hr大家都知道 其实是按照他招了多少人来去算钱的 所以说如果你能够啊 他其实也不会去拒绝你 那句话说 OK那么那么就是那么这个有关这个data engineer呢 你如何准备 对吧 那么就是相关的这个知识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么就是后面就是我在bytiger也是讲 负责这个大数学工程师的这么一个课程的这个啊 这个讲讲座吧 就是这这门课程的这个啊 主讲老师之一 那么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这个啊 可以了解一下了 扫一下屏幕二维码了解一下 OK那么今天的这个有关这个内容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然后看同学们有哪些问题啊 看大家的这个这个问题 我来看一下啊 有同学说这个有同学问说这个啊 前面一些前 我先我先看一下这个大家的这个问题的记录啊 先我先去 我先把这个忘记一下当 OK有同学说这个有同学说缺人吧 是不是也代表招人的时候 bar稍微低一点呢 就是有就刚刚有有提到 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就是 提到这个啊 就是咱们说有关这个啊 就是人的缺口非常大 那么这个其实不会不会不会降低啊 就是这个招人的时候还是会bar还是比较高 但是你想想一下这个bar 其实还是怎么说呢 还是还是不是很高 反正你其实只要把那些工具掌握了 其实你就能够去啊 投相关的职位 其实这个bar稍微工具类别上 或者说种这个这个数量上稍微多了一些 但其实你如果就像刚刚说 你掌握好的学习方法的话 那么你就可以去那个啊 你就能够去投相关的职位啊 有同学说 那个如果new grad对公司财报这么重要 是不是意味着new grad机会不是很大 这也不是啊 就是这也不是 就是如果你的这个 就是还是还是那句话 就是如果你的技能足够 那么其实也没有关系 没有人说会因为说new grad去卡你 这样子 OK有同学说这个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和data engineer的区别是什么 那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那么他就非常的侧重于数学 这个data engineer 你首先就你不需要很多统计啊 或者说机器学习相关的这种知识 那么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他们他其实他不太考虑说 OK我这数据我是怎么收集的 那么他只是考虑说 OK我有这么多数据集 我如何在上面跑这个算法 那他从算法的角度来去 就是机器学习算法角度来去 来去approach这些问题 所以说在公司里面呢 一般来说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或者说data scientist吧 和data engineer是一块工作的 那么你有的时候 如果大家有的有的同学 可能是比如说啊 没有这个phd相关的这个 或者说这个statistic功力 不是很强 那么你其实你也可以选择 data engineer作为一个跳板 因为一般说在一块工作 你可以混混熟 你可以以后做machine learning 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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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blog的时候得数据处理完才行 他不是的数据扔过来以后 所有都是通过这个kafa收集完以后 一步去做处理 有同学说有哪些计算资源的 可以用来练习来使用这些framework和tools 那么这个数据集其实有很多啊 数据集其实有很多有这个啊 就是有很多相关的这个啊 就是这个网上有很多这种开放的数据数据结 这个同学可以搜一下那个open data 其实gitup上有这么一个repo 那么其实里面收集了很多的这个大量的数据 那么你可以在上面来去练习 或者使用这些framework和工具 自己也做一些project 其实也很有意义 有同学说啊 老师主要做的是data infrastructure 还是data modeling and analysis 那我做的是data infrastructure 我做的是infrastructure 就是这个data engineer 我做的不是machine learning engineer 有同学说这个summer intern春招招的多吗 还有说会不会招startup会不会招实习 那么这个summer intern啊 还是招的肯定招的很多啊 那么这个这个这个是每年 各大公司都会在招 startup也会招实习啊 比如我们公司算是个startup 去年其实招了大概是四五十个实习生 其实还是招的还挺多的 有同学说那么这个就是啊 有同学说这个啊 就是我看看 经验类问题比较多 那么这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 这个问题已经回答过了 那你同学说啊 求推荐几个大数据工程师的project 能够standout 那么这个project 我的就是说 首先你这个你的这个project 首先一定要能够去cover 我刚刚前面说的一些工具 对吧 你可能不用全cover 但你至少需要各种类别里面 你cover一些 首先你至少要把这个数据 这个数字给它弄上去 其次呢 你如何standout 就是说你要做一些 怎么说呢 比较interesting的 比如说我知道很多 比如CMU 我知道CMU有一门课 就是去分析这个推特数据 对吧 那么可能 首先你 首先你可能本身对这个做这个项目 也不是特别感兴趣 什么样的project 比较能够standout呢 standout就在于说 你对你确实 做完了以后 帮你自己解决了一些问题 对吧 帮你自己解决了一些问题的 这种project 才能够standout 就你说起来 你也能够知道 说出来一个由头出来 这种project比较容易standout 就是一就是技术 要能够弦摔 有用弦摔的技术 其次呢 你要你要有个story在后面 那么比较容易standout 有人说 那么下学期开Data Visualization 需要有必要选吗 Data Visualization呢 其实我觉得并没有 非得特别选啊 我觉得 如果你想做Data Engineer的话 其实我比较推荐 你去选一些Cloud Computing 和这个分布式系统的课 比较有用 比较有用 有朋友问说 Big Data和Cloud Computing的区别 Big Data呢 是一类 就是或者说一类职位 或者或者一类技术 专门用来去解决 对吧 你的这个 一类工具 能够去帮你处理单张数据 Cloud Computing呢 指的就是说 你处理这个数据 你要花运算资源 你这个运算资源在哪呢 其实在云上 这个就是Cloud Computing 而两者其实是结合的 在公司里面 基本上都是 基本上都是结合 来用的 OK 有同学说 这个Big Data Engineer系统设计题 和后端性工程师考的一样吗 可以看后端工程师的系统设计题吗 可以啊 就是一部分 就是 就是 后端工程师的面试题 Big Data 你可以直接去看 但是 Big Data Engineer系统设计题 还会加入一些Big Data的内容 比如说你如何处理 海量数据啊 之类的 那么 稍微可能再多一些内容啊 有同学说 这个LeetCode的刷题难度 LeetCode的刷题难度 那么LeetCode的刷题的话 也没有必要 就是基本上到M1点其实就差不多 就是差不多 我觉得再往上 就是一般 如果你面到一个非常Hard的题 基本就是我觉得面 现在其实面试官也非常的Nice 不会说 问你一道非常非常难的题 那么 如果你遇到一个非常Hard的题 那基本可能就是面试官 可能就是 就是可能心情不太好 怎么样 这个大家就是没有必要刷特别难的题 OK 那么有同学说 能不能介绍一下自己的 我以前的工作经历的吗 我如何成为一个Data Engineer 那么我以前就是就跟大家说 其实我在 我毕业之前其实在Autodesk工作了做了一个实习 其实就是这样子 我在工作 其实我本科都是学WE的 其实我都不是学CS的 我说CSC CSC转到 我说WE转到CS 然后其实都不是CS 其实是Information System 其实换句话说 我那算法 其实换句话说 我其实都没有这份上过课 但是我当时就是自己上了一些 网络的课程之类的 那么就基本就是这个知识补上 其实就行了 然后就在Autodesk找了一个实习 那么做的都是大数据 和这个CSC相关的 因为我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 所以做的是这个方面的工作 所以就把这些工具都学了一遍 然后就成为了这个Data Engineer OK 有同学说 这个老师具体还没有说 Data Engineer Data Scientist的区别 感觉Data Engineer Data Engineer 对Machine Learning要求很高 感觉会很难 就像我刚刚说 Data Engineer Data Scientist 很大区别 Data Scientist Data Engineer 不需要Machine Learning 就是你不需要对数学有什么需求 完全不需要 所以你不用去管这方面的这个东西 换句话说Data Scientist 考考察的是 你对这些算 Machine Learning的算法 相关的经验 那么Data Engineer 是对这些工具 相关的工程上面的一些要求 有同学说 前面有些部分 没有讲到过 请问现在Data Engineer 平均C salary是多少 那么 稍微讲一下 比如说那么近 我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找 点不到 OK 那么C salary 就是只能说给大家说一个range 就是比如说你一般作为 比如New Grab 你的这个Suffer Engine职位 比如你如果进了Flag这样的公司 那么如果你没有 就如果说你不是说非常非常特别 有的人你大家会发现 那个一亩三分地里面甩包裹 甩的非常夸张 那么他可能就是做过 非常非常多经验 面试面试的时候就完美的表现 那么可能会拿到那种 一般的说大家C salary 比如说像今年Facebook 可能是12万左右 对吧 但是如果Data Engineer的话 他一般会1314万左右 会稍微高一些 OK 有同学说那么设计题可以看 后端工程师的面试资料吗 这个讲过了 你是可以看的 有同学说 请问大数据工程师 主要针对哪些专业 统计专业可以吗 还是主要CS专业 就这个专业其实也没有限制 就是说你 我觉得你基本上 如果对这些工具主要掌握 其实你你也可以做Data Engineer 就是这个也没有 没有说特别的这个专业 专业限制 就这个大家 首先这个学校的专业 它并不能限制你 以后干什么 对吧 如果你掌握这些工具 其实你就是一个Data Engineer 换句话说 虽然说我现在比如说是 Soft Engineer 如果我学会怎么怎么画画 但是不是说我真的会画画 如果我学会了 那么我其实就可以是个画家了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被专业的这个东西 给束缚住 如果你会了 你就是这个东西 能说Data Visualization 是一个must have the skill吗 其实并不是啊 就是说有很多的 有的Data Engineer 可能需要的 你工作中 可能是需要一些相关的这个skill 但是也不是说 比较必要的一个skill OK 有同学说这个 有同学说 Soft Engineer Testing Engineer need what skill in big data 我觉得Testing Engineer 可能跟大数据可能稍微差的有点远 可能你做测试的时候 可能平时都不会用到大数据相关的东西啊 那么有可能唯一可能用到的一些skill 就是有有 比如你在测试一些 可能高性能的application的时候 那么你可能要写一些这种非常 就是说性能非常高的这个test 我觉得可能会用到一些大数据相关的这个技术 这个我也不太确定 因为我不是这个software engineer test 有同学说这个 Data Engineer 和这个Data Infrastructure Engineer 有什么区别 Data Infrastructure Engineer 大家注意啊 就是 就是Infrastructure指的是 就是主要负责 就是我们一般 这个叫operation 就是运维 你的工作就是去负责 比如说 我想要一个程序 那么你要负责 负责这个程序 它正常能够运行 对吧 其实在压力大的时候 它也要正能运行 同时也要去负责 比如说做一些服务器的这个配置 或者相关的这个工作 Data Engineer不太一样 你像是真的开发的这个程序 是为了要去跟业务 就像是离这个business 或者说离公司这个业务 靠的更近一些 Data Infrastructure就离得比较远 就是 I'm sorry 就是简单的Infrastructure 就离得可能比较远一些 就是你可能就更底层一些 你可能负责就管理 比如说我要管理 公司的几半台的server 对吧 然后保证他们的这个 计算就是这个 这个费用不是特别高 同时呢 利用率比较高 就是这些工作 是有这个Infrastructure 不择的 有同学说 这个AWS Google Cloud 都是业内常用的云计算平台吗 前者更常用 没错啊 AWS是业内最最常用的 这个云计算平台 Google Cloud 其实还差的还有一些远 差的还有一些远 说实话 有同学说 那么巴叔以前工作的内容 就是Data Engineer 那么其实我当时实习内容 就是一个General的Soft Engineer 那么其实 但是呢 工作中的那个项目 刚好是一个 大数据相关的 那么所以说 但是像你可以说这么算吧 就是当时的实习内容 就是有Data Engineer相关 OK 同学说这个Data Pipeline 不同框架 组件中 Data Flow 如果实现用Uzi 那么你可以用Uzi 然后你也可以用 那个叫 还有Apa期限 有一些新的这个框架 比如说什么 什么Embari 之类的 其实相关的有很多啊 基本就是 有这种框架 帮你负责 不简单的调用 那么这个 基本Uzi 能够Cover你的这个Use Case 有同学说这个 Data Engineer Career Path是怎么样 怎么看到个人前景 会不会变成 吃青春饭的职业 这么说吧 这个同学 做Soft Engineer 其实就是吃 General来说 就是吃青春饭 你就是说你 Soft Engineer 你看看 其实基本上 你可能到了 怎么说呢 你必须得注意 因为你想一下 你可能学校里面的新的 New Grad 可能学的东西 你可能过了几十年以后 学的东西会比你新 对吧 他说大家注意Soft Engineer 其实就也不能说 要吃青春饭 就是说一定要注意 不断的去refresh自己的 这个skill 我觉得Data Engineer 他的Career Path 就是说 跟其实跟一般的Soft Engineer 没有什么区别的 只不过因为说 Data Engineer做的这个project 相当重要 对公司来说相当重要 所以说提升的速度比较快 所以说你可能很快 就会做到比如说 Tech Lead 或者Manager 这么一个职位上 OK 有同学说 这个Data Engineer 必要的是什么 我刚刚 比如说Data Engineer 必要的skill 这个我刚刚跟大家说了 刚刚那几个说 Kafka Hadoop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Spark 还有呢 什么Cassandra Hbase 这几个是必要的 必要 还有分布式系统 是必要的 这个Data Visualization 并不是很必要 OK 那有同学说 这个爸说找实习 以前做过Data Engineer 东西吗 如果准备Data Engineer 实习 那么我找工作之前 我自己做过一些 就是自己 就像我刚刚说 自己做了一些Data Engineer 的这个project 来去提高我自己的skill 所以当时Manager面试的时候 基本就是 啊 根本都没有 基本上就是 发现我都会 所以就直接招过去了 那么Data Engineer 实习的话 我觉得就是平时 大家 就是还是那句话 大家平时 不要太花 很多时间在刷题上 找一些 自己想要做的这个project 然后呢 做一下 把相 尽可能把一些这个framework 都给用上 那么你就能够很快的 找到工作 这个是我的一个主旨 有人说 那主要语言是Java和Skala嘛 啊 现在公司里面 用的是GoLane啊 但是Java Skala也是比较常用的 别的公司里面 是比较常用的 这个编程语言 啊 偶尔可能会有些Python 那么只要大家注意 OK 那么这个是啊 咱们平时啊 大家好像 问题都已经回答过了 OK 那如果大家 没有什么别的问题的话呢 那么就是 或者说 还有进一步吧 有关这个啊 可能找工作的时候 比较困扰的 比较头疼 那么你可以 你可以这个加这个 David老师 那么他的这个微信 这是我们这个 Abitager专门负责 帮大家去就是 帮你分析 看你的简历 有哪些弱点之类的 那么他都能够帮你去做 大家可以跟他联系一下 欢迎骚扰 好吗 你 我